大家好,終於到了星期五了 大家是不是準備好了星期六日出去玩呢? 我就累到Blackjack那樣了 娛樂嬸死官,看看今晚有什麼說吧 高海寧內地商演亂吊垃圾被斷正 網友偽測,沒有功德心,事後就這樣解釋 高海寧近年除了三十二二,三十二二做大婆 人氣急性,連帶商演,直播,直播帶貨,工作機會急增 有志她在工作內地三個月已經穩待數百萬 近期留在內地密密接作,她就在佛山接了活動 有網民分享了當日一條影片,即是那些我眼中的偶像 記得叫什麼,自己去拍她 當然她就不知道你人在拍她 後台出場的時候,引起不少人心心眼,穿一條貼身裙 有眼裡的網民就看到她在片段裏面拿一張紙巾抹咪 抹完她就很順手,一下子就向後扔 即是基本上她已經是踏出台面,她一踏出場之前的一秒 就隨地掉了一張紙巾下去 但我看到她旁邊也有助手,為什麼她要這樣做呢? 即是個人修養不是假裝的,我相信如果是她的best friend 李佳心,她應該不會這樣做 上台獻唱,我現在才知道高彎力會唱歌 原來她就說,表演場合有很多小意外 為確保一切順利,臨場就要處理很多事情 望這個粉絲見諒 她也再次強調,平時她是不會亂吊垃圾的 我相信如果正常人,就不會這樣吊的 但你說是不是臨場就有很多意外發生,就要這樣吊呢? 我相信她就有一點點入鄉隨俗 回到大陸,就覺得可以跟回大陸的隊 就可以打尖,亂吊垃圾 那是不是如果回大陸拍戲,出秀 那她可以到處吊呢? 那我不知道她會不會有這樣的mindset 講開這個高凱寧,再講一下TVB 講完盧覓雪和玻璃珠這個世紀對吊 對吊,虧戰連場之外 講一下這個歌唱節目 歌唱節目兩邊都有搞的了 那我就看到很多藍絲,所謂藍絲的觀眾就說 喂,你們這些黃絲,可不可以吊之前看一看別人的質素? 即是看完節目才吊呢? 不要圍撐、疑撐、盲撐 那我就真的坐低低看 那當然,你叫我無緣無故從頭看到尾,我就不會的 我也覺得真的蠻麻煩的 那我就真的走去Youtube看看精華片段 那我看看究竟人家吹捧的16歲那個 16歲這個Gigi究竟有多好 那她和Gigi和Wendy唱同一首歌 唱林奕年首首本名曲 那究竟有什麼不好看呢? 那我也看了 你說好不好看呢? 我可以純粹以一個普通觀眾的角度 我就覺得,其實她是很好的 那些人,大家都有這麼年輕的選手 我相信呢,TVB的Gigi和唱跳舞街的兩個年輕人 絕對是好過99% 《全民造星3》的女參賽者 無論是跳舞或者唱歌技巧 無用之而是高出很多班的 即是你起碼不要有那些什麼中國舞的 什麼濕溝出來先 那但是你為什麼會這麼差 而你做了一個這麼 給心機請了25個評判 重金禮聘 就是ViuTV的那5個 還要請了那些什麼濕溝如安安 吳倫關事那些 什麼DJ啊 請了一些完全不知道她是誰的 做了連斯瓦的前任的幕後音樂人 也請了 那麼沒有預算 但是都那麼受年輕人的歡迎 那我呢 我以一個普通觀眾的角度 我覺得她剪呢 還有她拍呢 她要拍些什麼給觀眾看呢 很重要 你100個 你100個都沒有 不要說100個都沒有了 你百分之70% 都是又不懂唱歌又不懂跳舞 那些Cotton啊 都可以去入到不知前二十 那你就知道是幾沒有貨賣的一個節目 那大大由她沒有到有 有一個完全不懂唱歌跳舞的Cotton 她都可以一個叫做Youtuber 她都可以進去去很熱血地去做那件事一起去衝 那她就是有很多 例如她去賽制 怎樣設定 怎樣去由評判 不是太公平的賽制去令到她們入圍 又或者她們內部投票 有些什麼after 有些什麼桌底的排練那時候發生了些什麼趣事 又或者大家在後面對大家的member有些什麼comment 大家都是五個人的 有些小鬧劇 例如K Lau又不知跟她鬧交 那這些就好看 就不是說一味 你那些參賽者是真的很好 又唱歌又很厲害 跳舞呢 跳舞街呢 又真的很青春 很活力 即是連心美看完都深深眼的 但是為什麼出來的效果就是這麼老成 即是我好像叫你一班中學生 你不是說很熱血地參加一些比賽 而是叫她 我拜託你你根據這個這樣的比賽規則 你去參加施朗仲 然後這邊呢 就是大學的dance 然後那邊呢 就是最傳統的辯論比賽 好沉 好老成 賽制又好沿用一貫的比賽的規律 然後又找些最老牌的校監去comment你 給我 即是 那些人說我錄了Gigi那首歌一百次 但是你錄Gigi那首歌聽了一百次 但是你會不會錄整個節目一百次呢? 你會聽那首歌聽很多次 但是你不會聽《星夢傳奇》聽一百次的嘛 那我相信就好像 為什麼那些年輕人會喜歡MIRROR 就是因為它爆了出來 它是整件事來的 它不會是因為某一個人的才藝很出眾 或者Anson Lo跳舞 它很酷的 也很酷的 不會說摺骨舞 Bang 不會只是看那個人的嘛 因為它是整件事 整個表演 整個表演 可以讓你看到那個 真的有那個魂 團魂 就是這樣解釋 為什麼這麼多鏡粉 鏡粉 很多人不像我一樣 只喜歡某幾個 它是一個群組 就是因為 臭大的嘛 但是我又可以 我又說到一件事就是 就是 MIRROR 那麼紅 ERROR 那麼紅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還有一件事叫Pixel 花姐還有另外一對 叫P1X2L 為什麼那一對 Phoebus Marco George 她又紅不起 不要說紅不起 沒有那麼紅 就是 你的認受性 你第一屆可以爆出來 你未必每一屆都這麼有Gimmick 就是可以紅到這麼久 就是這個是 你第一次爆出來的那一刻 你夠不夠響 你爆了不會像 香港先生那樣 你可能第一屆是有Noise 其實不會戒戒都是這樣的 所以 招不可以經常用的 招多了都悶了 所以 花姐都不是戒戒活 那更何況你 那些這樣的星夢傳奇 哇 連連都是那些什麼 還要是 那些 歌手之前那些 阿坤哥真是浪費氣 又不好聽 跳舞又不行 樣子又不行 還有呢 就是藍絲在那裡不斷拆 那些 那些 小黃人 為捧而捧 那我相信 那些小黃人都有路的 那我相信有很多 好像我那樣 我看到阿Gigi好看 我就看多一點 我就再追看性高一點 那我會去追著看 而不會說 我只看ViuTV 我不看TVB 不會是這樣的 那所以 得益的 永遠都是觀眾的 不會只說 我永遠 我只看一個台 我不會像那些老人家 我只看著TVB 死我不按ViuTV 不會的 就好像好聲好氣 我看了那個靚靚妹妹 那個羅玉兒 阿Yuki 那她很多 很青春很新的Energy 注入去 又漂亮 就是我這些膚淺 那我喜歡看漂亮的東西 就是我不是很喜歡看Yoyo的 我覺得整個節目 好像做給Yoyo 我就不太喜歡的 有很多Ci 就很喜歡Yoyo的 又說她 什麼為女人發聲 又說什麼戰男 又說 不離婚 就是好女人 又說 不會多說她老公的是非 那些背後她發生了些什麼 她不說就不知道 那我就是 像一個節目的觀眾 我當然很喜歡看一些很青春 很熱血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TVB 有時候她手上有些牌 有些漂亮牌 但是她太陰巡手舊 你想想好聲好戲 都做到第三拍了 她才有個羅玉兒 之前還是播放過那些什麼 哇 FYY FYY 哇 你真是 節目也是她 一至五也是她 星期六也是她 天天都是她 好心啦 你TVB那些 一連一show 都有很多演員 不僅只有那一兩個 捧來捧去都是那一兩個 做來做去 天天都是看那個 你不轉台我都悶啦 有年輕的演員 又不做 有那些什麼 香港愛情故事 她又不繼續拍下去 就專拍那些 老人拍拖 有時不是說年輕人 不喜歡看TVB 而是TVB 真的好冷氣悶啦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收到一個WhatsApp 應該是真的 大家可以打電話去 就是這個 鴨王三 招任一個新的演員 大家記不記得 殺了我爸爸媽媽的頭 大角咀那個 說扮 找他媽媽 上了蘋果新聞的那個男的 最後是被人發現 她是身手殺死她媽媽 還要鋸馬 她的頭放在雪櫃那個 她都有參加過這些演員招募 那機會又來了 非運 如果大家對自己的BODY有信心 就可以打五字頭的電話 去應徵一下 我希望在這個鴨王三 看到大家 我不知道這個新聞是否看到 但也傳到大陸 微博也傳到大陸 為了谷針 真是出謀出錢出力 這個信和集團旗下這個 慈善基金華人置業00127宣布 為響應這個政府接種疫苗計劃 就是我們口中的谷針計劃 就共同捐出一個海匯的單位 海匯單位在哪裡 在觀塘 觀塘大家理不理想 不管他在哪裡 不管他是不是理不理想 總之有樓就可以了 現在在香港地 這個機構捐出海匯單位 作為抽獎活動的總極大獎 不要開玩笑 有449平方尺 總值1080萬 凡年滿18歲 兼已經完成香港兩劑 接種新冠肺炎的疫苗就可以抽獎 大抽獎的參加者 須於今年的9月1日 我會說之前登記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登記這個疫苗 希望為了這間屋 大家都可以積極接種疫苗 是不是這樣說 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贏到 449平方尺的一間海匯大屋 我相信我就不會登記了 因為我對觀塘這個地段 一般 還有我知道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不斷買樓 有些就買樓去移民 因為真的沒有那麼多流動資金 一走的時候 不是說我希望有樓在香港收租 然後我拿著一塊錢 去到這個新的地方 展開新生活 我身邊也有朋友 不是太過鬆動 都需要套現 買了一層樓 拿一筆錢 舉家移民 為那些小朋友 希望有個好一點的發展環境 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聽到有個案 真人真事 大家信則又不信則無 如果大家真的有這個想法 或者打算的 就真的要注意注意 重要的事情要說幾次 我發現真的有些人 他想著去一些海外 外地 不是內地 之前有些人都試過 在內地發生過這些事情 但原來不只是內地 在世界各地都有華人去遇過這些情況 就是去買一些未做好的 所謂的這些新的樓盤 那我就認識有人 就光顧這個中蜜 在香港是很紅很紅的這個中蜜地產 就去泰國買這些發展商正在建的樓 在簽合約的時候 你知道 好像我這些盲目 就不是每一條框 在那個時刻去泰國清楚的 那出了事 現在過了年多兩年 就說 喂 發展商資金調動問題 就說要延期 一開始就要延期要延期 那就好 有得讓你選擇 很好 買樓原來都可以回款 因為是退錢的 那就叫你開一個國際戶口 就打算退錢給你了 那就好了 一心歡喜地搞 搞這些國際戶口 搞了幾個月 搞完了 就說 又不行 又說這樣有問題 那樣有問題 那最後呢 搞笑了 就說這家發展商呢 清盤 就說沒有錢了 破產 那誰不知 在這個時刻 就真的死了 那首先呢 當你在現在這個時刻 再去看回你當初簽什麼合約的時候 原來它裡面 細節在魔鬼在細節裡 它有很多東西都歸避了 根本是這些中什麼中介公司呢 中X中介地產公司呢 是全部將它要承擔的責任 和風險都寫得清清楚楚 就是你去玩崩豬霜那些 就是說明 你死了 或者什麼 完全不關我事 你自己要承擔百分之一百的風險 那所以呢 當你拿著這百多二百萬去想做投資的時候呢 你是不可能和一家海外已經清了盤 破產的地產公司 開發公司去打官司 你本你都不認識別人那裡的法律 當你想在這間這樣的中介公司那裡 去拿回那些維權 拿回那些應有的 追回你的那些錢呢 就是我不認識法律 或者有朋友知道的話 可以留下你的意見 是不會幫到你的 你簽完那份東西 根本上那間東西就不關他事 又好笑哦 羞恿你又懂得收 中間這些什麼中介公司 就是羞恿的時候 你不是你要告訴別人 你有承擔這個風險 你有這個責任 去告訴你的購買者 他要 究竟是 我買這一間 叫做起銀的樓花 我都是信你 我都是信你中什麼地產 這四個字 但原來你現在是告訴我 你什麼都不關你的事 你只是負責跟我畫隻龜 那我用鬼跟你畫隻龜嗎 如果大家真的有想過 在海外 因為移民 要很急速地去買這些樓花 還沒建好的樓的時候 真的要注意 睜大眼睛看清楚 不要相信那些什麼老牌 香港龍頭地產大哥 這些真的沒有仇報 這些真的沒有仇報 這些真的沒有仇報